由新一箱阿密努射箭队所举办的原住民传统弓箭交流友谊赛 在新一箱长史强以及议员史清水的开建后正式展开 主办单位也特别准备活力舞蹈来帮大家热身 为了在新一箱推广原住民传统射箭的运动 由部落族人发起的射箭队 24号举办了一场正式比赛 其中邀请到仁爱乡南风部落 以及台中市和平区环山部落共襄盛举 互相交流原住民传统射箭技能 我们有一个叫做射尔记 但是在射尔记的祭典里面 我们既然看不到实际真正的射箭的一个活动 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联络了仁爱乡 以及和平区的原住民的同胞来这里共襄盛举 举办一个传统弓箭的一个交流 那我们从深夜凌晨三点多 就从我们台中市和平区离山下来 那真正也开了差不多四个小时的车子 所以说这一次就是为了发扬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个射箭 专程来我们罗纳来做一个交流 其中乡长史强表示 木农族过去是台湾各原住民族中公认的神射手 只是到现代渐渐没落 看到这么多族人的热情 他也承诺未来会协助从国小来推广 所以我们也希望把射箭的基础 以后我们想在明年我们找个国小还有国中 来开始培养我们这样射箭的一个传统的技能 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技能 让我们原住民族的这样一个文化能够传承 比赛成绩在团体组与个人组当中 最后都是由经验超过十年的台中环山部落得到第一名 心意与人爱分别得到二三名 交流过程中各队也互相承诺 未来要积极将传统射箭的运动从国小来推广 要找回原住民擅长射箭的骄傲 这局上线采访不到